你昨天晚上在臉書也預告嘛 所以我可能在台灣的某個角落遇到你嘛 是吧 那記者就敏感了 韓國瑜要幹什麼 韓國瑜要幹什麼 我早上因為昨天晚上我們相片PO了以後 很多記者來問 我說好 明天早上統一跟大家說明 所以早上跟記者這個談了一下 就有人叫我 他們說一定要問你 說你這個 預備跟寫個百人的這個故事 是不是2024的起手式啊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因為我覺得現在台灣人 基本上很多人內心是壓抑的 是沮喪的 甚至是憂愁的 可是我們忘記了 台灣事實上有很多光與熱的一面 其實這麼長時間來 我所接觸的 我可以強烈感受到 我們眼睛所見 手所觸及 腳所踏的 所有的產品 台灣都是舉世獨霸的 那前兩天我在中部 跟一個人 餐會上 跟一個頭髮跟我差不多喝酒 那現桌大家喝喝喝 他說我們在外面聊聊天 好啊 他穿個藍白拖 一聊 全世界最大的刀具 指甲刀 水果刀 菜刀 老大 全世界五大 歐洲的品牌 全部他代工 哇 你根本就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我覺得台灣這種感人的故事 不管是帽子 衣子 雨傘 我還講一個更誇張的 美國人在世界打仗 阿兵哥打死了 用絲帶帶回去 絲帶都台灣人做的 所以就是台灣這些感人的故事 我覺得讓我們的內心 要對這個土地 跟這塊土地人民 還是有信心 那邵高雄當然長期也是很關注這個 我覺得未來大家都可以共襄盛取 我們去發掘這些感人的小故事 事實上是啦 台灣當然大家常常 這個只注意到那些混 這個 這個混亂的那一部分 或是黑暗那一部分 其實台灣是有今天 對不對 大家國民手段越來越高 大部分其實生活都還算快樂 哦 主要原因就是還是有很多人 默默在那邊耕耘 默默在努力 在他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真的是這樣子 很了不起 我們想發掘這些故事 除了像我們原來要辦的那些 像我們現在定時送物資啊 教一些偏向孩子英文啊 然後做一些援助等等 但我們這個怎麼做 也做不過什麼創始基金會啊 做不過佛光山啊 很厲害 絕對是做不過他們 對 慈濟啊 有災難他們就去 但是我們只是做一點小力量 剩下我們要報導一些正面的 人性光明面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